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和相亲对象订完婚商量婚事的时候 准公婆甩手扔给我一份李家家规 为保证家庭和谐 秉持夫妻一家原则 婚后财产均由丈夫管理 早晨六点必须做好全家人的早餐 最低标准四菜一汤 总费用不得超过五元 为低碳出行 出门三十公里内需不行 五十公里内可骑自行车 一百公里以外可开车 每次用车需提前一周向公共申请 我看着密密麻麻上千条奇葩规矩 以及南方每月三千块的工资条 默默收回了手里存款上千万的银行卡 准公公一扬顿挫 生情定茂跟我做家规解释的时候 李思远就跟个安纯似的坐在我和准婆婆中间 闷着头喝水 我差点被气笑了 我和李思远是相亲认识的 她的条件一般 但胜在长相好 五官端正 身高一米八 性格温柔体贴 还对父母有孝心 仅凭这几点就远超一大部分的相亲男 想着李思远这样 她爸妈怎么也差不到哪儿去 这段时间 我和她爸妈接触不多 只见过两三面 一次拜访 一次双方家长商量订婚 我爸妈觉得他们家人是挺不错的 为表诚意 还特地在嫁妆李家了一套房子 房产证上专门添了李思远的名字 他们还偷偷给我一大笔钱 想让我和李思远 平时别亏待自己 不要因为钱的事情闹矛盾 我本来想今天把这是告诉李思远的 但目前来看 李思远这哪儿是孝顺 妥妥的妈宝男 李叔叔 之前订婚的时候 也没说你家这么多规矩呀 我强压住心头的火气 笑着打断李爸 李爸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小婉啊 你刚才是不是没好好看 规矩里写着呢 不能打断长辈说话 这次念在你 出饭就算了 扣你一分 下次可就扣五分了 月末考核分数不到八十 可是要罚款的 一分一百块 或许是看我脸色不好 李妈赶紧出了声 没规矩不成方圆 这规矩也不止我们家有 其他家都有 不幸你去打听打听 而且 我们家朋友多 媳妇不懂规矩 得被别人笑话 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我之前做媳妇的时候 也是这么过来的 文言 我抬头 哦 李阿姨之前 也按这规矩办事 李妈眼神心虚了一瞬 却很快点了点头 那可不 不对啊 我看家规上写着 六点前就得准备全家的早餐 食材还不能用过夜的 按你五点半起床 市场离你家十五千米 来回就是三十千米 你半小时要跑三十千米 我掐手指算了算 洋装吃惊 一分钟就要跑一千米 速度比博尔特还牛掰呀 李妈脸轻了 一旁始终沉默的李思源 似乎被戳中了哪个点 突然火了 一拍桌子站起来 江婉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我被吓了一跳 反应过来 同样一拍桌子 嗓音提了八度 你有病啊 李思源 吼什么吼 我妈跟我说过 两个人过日子 矛盾的时候 总得有一方先低头 所以和李思源交往的这段时间 我性格表现的 一直像是很好拿捏的傻白甜 但这也是因为 我觉得李思源能一起过日子 现在终于看清这一家人的德行 我哪儿还管他们那么多 李思源也没想到 我会跟他拍桌子 刚才还满是火气的眼神 瞬间消了下去 李爸和李妈都看呆了 匆忙打圆场 让李思源跟我道歉 李思源 李思源语气弱弱的 我妈之前腿受过伤 她也不容易 她不容易 我就容易了 怎么 你妈腿上的伤 是我砸的 还是我刚才两句话 又给她说断了 你要真有孝心 就该带你妈去医院看腿 让她多休息少动弹 让你爸替你妈分担家务 养好腿伤 不是在我面前大呼小喝 我脾气也忍到了极致 刚才她爸妈在我面前 做要她连个屁都不敢放 现在我说两句话她 反倒跟我拍桌子瞪眼 我也算看明白了 他们显然就是要给我下马威 趁机拿捏我 一旦我今天忍了 之后等待我的 还不知道是什么 看着不远处 脸色一言难尽的一家三口 我直接挑明 退婚吧 说完 我没管李思远一家什么表情 转身就走 走到一半 我又舌身回来 李爸健壮 以为我示弱了 松了口气 还在作死把李家家规 往我脸前递 小婉 知错就改就好 刚才你那些话 确实过分了 这次就算了 之后进了我们李家 得守规矩 归你大脑袋 我毫不犹豫骂了一句 一把把家规挥到地上 顺带踩了两脚 拎起旁边的精致礼盒 转身就走 这是来的时候 我爸妈带我去商场精心挑选的 送给他们的礼物 有送李思远的车钥匙 送李妈的金镯子 送李爸的金蹄丘班纸 他们一家真配不上一点 回家后 我爸妈看我脸色不太好的 把礼物拎了回来 连忙问怎么回事 我把李家的骚操作 还有李思远告诉他们 我妈也气得脸都红了 心疼地抱着我 脑道 这家人也太欺负人了 之前看着还挺本分的 原来都是装的 订完婚 就把真实嘴脸露出来了 退婚 这次必须把婚退了 不能让女儿受这种委屈 我爸沉默片刻 到 等明天吧 我再找老钱聊聊 钱叔叔是我爸 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四十多年的友谊 关系非常铁 我小的时候 钱叔叔就经常偷偷给我塞红包 让我买自己喜欢的零食 漫画 被我爸妈抓到 他还帮我打掩护 长大后 钱叔叔出国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见面次数变少 但他逢年过节 都会从国外给我寄礼物 这次订婚 婚纱还是钱叔叔 从国外专门找人设计的 他几乎把我当成了亲生女儿对待 这次我和李思远的婚事 也是他促成的 李思远是钱叔叔公司的实习生 虽然目前才月薪几千 但钱叔叔特别欣赏他 觉得他隐而不发 是能做大事的人 得知我爸妈催婚催得紧 钱叔叔便以相亲的名义 暗中为我和李思远签了条线 李思远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但这件事钱叔叔特别上心 我知道 我爸是在担心 钱叔叔对李思远这么重视 对我们的事这么上心 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 很可能会导致他多心 第二天 我爸爸钱叔叔约到了我家 打过招呼后 两人去楼上的茶室聊天 我和我妈商量着退婚的事 突然就接到了李思远的电话 和我妈四目相对后 我直接开了外访 晚晚 昨天家归的事还没商量完呢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李思远语气一如既往 我还没出生 仿佛昨天的事情没发生过似的 我还没出生 李思远又低声道 回来的时候把昨天的礼物带回来 我虽然没事了 不过我爸妈还有些生气 我在尽量安抚 但这是解灵还虚细灵人 你再跟他们道个歉 这是或许就过去了 再怎么说 他们也是长辈 你的言行举止都过激了 反应过来 他这通电话的目的 我忍不住笑了 李思远 我记得昨天通知过你 我们婚约已经退了 对面沉默三秒 突然变得有些不耐烦 江婉 你别蹬鼻子上脸行吗 我都已经给你道歉了 你打算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而且婚都定了 哪能说退就退 你当是订餐厅呢 更何况 就算退婚 也要双方都同意才行 你单方面退婚 有没有把我们家放在眼里 我迟疑了几秒 不知道拿什么话来骂李思远何事 之前李思远在我面前表现得像个正常人 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原来他这么不要脸 昨天的事情不仅没反思 现在还敢威胁我 见我不说话 李思远以为说动了我 语重心尝道 将晚 我劝你再好好想想 这个台阶 你不下 之后可就没有了 我乐了 这次我妈直接将电话拿了过去 我妈朝对面倾笑一声 语气仍一如既往的温柔 但说出的话 跟刚才的话题不沾一点边 思远 我是婉婉的妈妈 你们家住哪来着呀 李思远不明就理 但还是如实说了地址 是在一处普通小区 房子是李思远爸妈贷款买的 攒了将近半辈子的钱 刚刚付购首付 还差十几年的贷款要还 哦 我还以为你们家住金字塔呢 门槛这么高 我妈笑道 这个台阶 我们晚晚不下哈 那三千条家规 你们也自己守着吧 从今天开始 我女儿跟你们家 没有半毛钱关系 护山拉黑就好了 这几天 我们核算一下账单 到时候多退少补 算轻账 你们不想退婚也没关系 到时候我找法院调解 该赔多少 我们认 不过调解的时候 双方需要如实交代情况 到时候你们家 那三千条家规也会公布出来 你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说完 我妈将电话直接挂断递给我 即便是好脾气的她 也没忍住骂了句脏话 什么垃圾男人 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放心 晚晚 他们爱怎么商量 怎么商量 老妈绝对不会把你 往火坑里推 他们如果真敢死缠烂打的 不退婚 我也会让你前叔叔看看 他介绍的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本以为这通电话打完 对方应该支去一些 和平解约就是了 谁知道 我还是错估了 李思远一家的脸皮厚度 接近傍晚的时候 我爸和前叔叔 还在书房聊天 我妈出去准备晚饭的食材 没过多久 房门被敲了几下 以为是我妈又忘记带钥匙 我过去开门 结果就看到李思远一家 齐刷刷的站在门口 他妈站在李思远的身后 勾着脖子往四周和房子里面看 尽管在极力掩饰 眼神里仍是说不出的经验 李思远倒是稳重 没表现得那么明显 但对我的态度 明显没有之前那么恶劣了 晚晚 对不起 之前是我们不对 这不我带我爸妈来跟你道歉了 我们和好吧 我真的挺喜欢你的 李思远诚恳地道完歉 上来牵我的手 被我直接躲了过去 李思远的脸色一尬 他爸妈也匆忙走上前 小婉啊 你也别闹了 我们和和气气地把问题解决了行吗 我们也反思过了 你们小两口日子过好就行了 那些规矩你不按手就不守了 我们 你们还来这干什么 不是在电话里都跟你们说了 婚礼取消 怎么 听不懂人话 我毫不犹豫打断道 李思远的爸妈 脸色立刻僵了下来 李思远皱起眉头 却还是压着火气朝我道 江婉 你这话太侮辱人了 我爸妈两个都放下脸面 上门来 跟你道歉了 怎么 道歉我就得接受 你爸妈不会教养 你们老师难道没告诉过你 道歉要对方接受才算数 而且对方完全有拒绝的权利 之前是奔着和他一起生活 我才脾气好 容易哄 现在已经看清他是个什么人了 谁还惯着他 李思远背对得哑口无言 李爸沉了脸色 小婉 看你们这家境还不错 你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 呵呵 你懂规矩 谁有你懂 第一次上门就空手 我只知道李思远没爸妈教 你们难道也没爸妈教 还是说你们过来根本就是来闹事的 不过是觉得我家条件好 才想着死皮赖脸吧 李爸脸色涮白 其他人脸色也不好看 看起来被我说对了 就是过来挑事的 行 江碗是你先给脸不要脸的 你想撕破脸 那我们也没得说 你爸妈呢 让他们出来 这是我们跟他们聊 我在这儿呢 想聊什么 聊吧 恰好这时候我妈也回来了 她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 但眼神里闪烁着腹黑的冷笑 李思远估计以为我妈好欺负 直接上来 掏出一盒碎纸摔到地上 我一眼看出来 这就是之前李爸给我那本家规 还未等我弄明白 就听李思远怒气冲冲道 这书是我太太太爷爷传下来的 是古董 结果被你们女儿撕了 我有些脑了 李思远 你脑子有病吧 谁撕你们家这烂国脑部了 分明是你们自己撕的 李思远冷笑 你有证据吗 要什么证据 当时你们一家都在 话没说完 看这一家人的表情 我瞬间反应过来 这一家子是故意过来和我们家的 见状 李思远更得意了 朝我妈道 之前我们找专家看过 这本古董价值至少十万 古董倒无所谓 关键这里面的内容 对我们家 对我爸妈都意义重大 你女儿毁了我们这么重要的东西 要赔偿我爸妈的精神损失费 至少二十万 还有我们务工费 被退婚的精神损失费 相亲时候 我请客吃饭 李思远翻出一本账单 一一细数 甚至连请我吃的路边小吃都要让我一份 我气得想笑 刚才和我妈算账 李思远在这期间所有钱算上 都还不抵我给他们一家买的一份礼物贵 我真不明白李思远到底哪儿来的自信 李思远念完账单 最后双手一摊 买卖不成仁义载 给你们便宜一点 按八十万算 结了钱 我们就两清 婚礼也取消 我妈翻了翻那堆家规废纸 赔钱倒霉什么 我们家不缺 李思远一家相视一眼 眼神里皆蹦出惊喜 我妈又道 不过你们老祖宗干这种缺德事 给我女儿 还有我也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创伤 我也要申请精神损失费 至少二十万 而且据你们刚才的说法 这东西应该传了上百年了吧 至少得对十多个女生 造成心理创伤吧 她们的精神损失费 我要一并申请 加起来算你二百万吧 比消八十万 再给我们一百二十万就行了 我妈摊开双手笑道 你开什么玩笑 李思远脸都气轻了 不是你们先开玩笑的吗 你 李思远气得使劲 推了下我妈 我妈猝不及防 被她推得头朝墙上撞过去 好在我眼急手快 一把扶住了她 李思远 你干什么 我忍无可忍了 李思远咬着牙 少特腰在这儿吼 将晚 你们家不就是仗着有点钱 在这儿胡作非为吗 我告诉你们 再怎么有钱 你们家充其量 只能算爆发户 但我不一样 我现在在国内五百强的企业 虽然我现在工资不高 但我技术过硬 过不了两年 就能飞黄腾达 前两天 我们公司总裁 还请我吃饭 说想任我做他的干儿子 还让我以后 遇到什么困难 就告诉他 对了 你们家和我们公司 还有点生意往来吧 你猜猜 如果我把你们仗势欺人的事 告诉我们总裁 他还会不会跟你们来往 说这话的时候 李思远高傲的尾巴 几乎要翘到天上了 我快被气笑了 我家虽然对外低调 但在商圈内 也是有头有脸的家庭 李思远家庭条件一般 我爸妈担心 圈内有人会说闲话 让李思远产生心理压力 所以拜托钱叔叔 把李思远先认作干儿子 谁能想到 李思远竟还真蹬鼻子上脸了 我看了眼我妈 我妈的眼神也很无语 李思远却以为是威胁有了作用 继续道 你们家拿钱 这事就算了 不然 我就找我们总裁过来评理 到时候你们亏的可就不止这几十万了 呸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给你烧点明币还行 我毫不犹豫地打断 李思远恼了 食指指着我晃了晃 狠道 行 将晚 你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你们家就等着吧 说着 李思远掏出手机 拨了最上面的那个电话 不到三秒 对面传来盲音 李思远不死心 又要再次拨过去 就在这时 身后一道冷沉的嗓音传来 别打了 我就在这儿 我转头看过去 就看到钱叔叔和我爸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书房出来了 此时 两人站在楼梯上 神色难看地看向我们的方向 李思远的脸色 刷得一下白了 钱 钱总 您怎么在这儿 李思远说完 似是想到什么 瑞丽的眼神立刻投向我 用只有我们两个才能听到的低沉嗓音怒道 江婉 你没病吧 我们两个之间的是 你把我们总裁请过来做什么 你真卑鄙 刚才他不是也要请人过来吗 但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老板什么人我很清楚 你再怎么挑拨都没用 李思远恶狠狠地朝我警告道 此时 李妈已经快步上前 直接拉住前叔叔的手 自来熟道 您就是思远的老板吧 我在家就经常听思远提起您 说您明辨是非 体恤下属 言而守信 是难得的好老板 思远还说 您非常照顾他 之前打算认他做干儿子呢 说着 李妈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眼神得意 看来是还没弄明白情况啊 李爸健壮 也匆忙上前 递了支烟 表示亲近 钱叔叔瞥了一眼 并没有接 李思远连忙上前 将烟摁了回去 爸 钱总不抽烟 说完 又谄媚地朝钱叔叔笑道 钱总 我也不知道 将晚这家人 跟您说了什么 但您别听将晚 他们家人 他们瞎说 这件事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钱叔叔语气疏离 哦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李思远立刻添油加醋 将这些天发生的事情讲出来 又将订婚前 我爸妈的反应曲解出来 骂我们一家 言而无信 出而反而 嚣张跋扈 看不起他们 故意毁掉他们家东西 还强词夺理等等 钱叔叔的脸色 越来越沉 他知道我性格不好 但他也同样知道 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我 做不出这么疯狂 无脑的事 刚才我爸是怎么跟他解释的 我不清楚 但我爸这人 向来性格正直 实事求是 与李思远无脑地挑拨离间对比 高下力判 钱叔叔相信谁 根本不用说 然而李思远不清楚 他时刻观察着钱叔叔的脸色 看到他脸色越来越难看 还以为自己的挑拨有了效果 语气愈发坚定起来 说到尽兴处 甚至忍不住骂了脏话 钱总 您说这种出尔反尔环视力眼的贱女人 是不是活该嫁不出去 就这样的女人 我估计放您面前 您都不屑看一眼 我看你大眼 李思远话没说完 钱叔叔终于忍不住 反手一巴掌 狠狠地甩在了他脸上 一颗牙混着血飞出来 我反应极快地拉着我妈 往旁边躲了一步 李思远被扇蒙了 李爸李妈也猛了 钱总 你怎么打我们儿子啊 钱叔叔没理他们 指着嘴角流血的李思远 气得差点说不出话来 混账东西 你知不知道 前些天他们是怎么帮你好说话的 他们想着维护你的自尊心 还让我认你做干儿子 结果到你嘴里 就成了出尔反尔势利眼了 信息量太多 李思远一时震惊在原地 许久 才干爸爸从喉咙里吐出一句话来 您和他们认识 这是我爸的朋友 两人已经交往四十多年了 我适时地介绍 文言 李思远和李家父母的脸色 瞬间像是吃了屎一样难看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李妈愤怒地瞪向我 你就是想看我儿子出丑是不是 结婚双方最重要的就是坦诚 你不仅隐瞒自己的身份 还和别人设计害我们家 你真是好阴毒的心机呀 幸好我儿子没有娶你 不然还不知道被你耍成什么样呢 我冷笑 彼此彼此 李思远和我相亲之前 也没说过你们要守那么多规矩 对了 你们不是说这是古董 要赔偿吗 钱叔叔有很多鉴别古董的朋友 如果鉴别出来有问题 完全可以告你敲诈勒索 我爸还有不少做律师的朋友 他们也会帮你们分辨是非 他们那本家规 明显地印刷字体 纸张上还有一股墨香 一看就是临时感知出来的 说是古董 估摸着只是因为后来得知我家有钱 所以想要讹诈一笔钱罢了 毕竟他们都觉得 我们一家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温顺性子 只不过他们失策了 李思远和李家父母都没想到 事情会闹成这样 互相看了一眼 最后李思远畏惧地看了眼前叔叔 语气不甘心道 行 将晚 你们真行 说完 一家人转身就走 当晚我们留钱叔叔一起吃晚餐 整个吃饭期间 钱叔叔都抬不起头 喝了两杯酒后 一直叹气 不停地跟我还有我爸妈道歉 自责自己识人不清 差点让我跳进火坑 小婉你放心 明天我就让他收拾东西滚蛋 为你出一口气 最后 钱叔叔信誓旦旦地朝我说道 不过 没想到的是 钱叔叔还没出手 李思远就开始自己做死了 晚饭还未吃完 钱叔叔接到一通电话 对面不知道说了什么 他的脸色沉了下来 抱歉 公司那边有点事情 要先失陪了 挂断电话 钱叔叔跟爸妈说了一声 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没多久 我发现他把包落在了沙发上 担心他有急用 我匆忙又给他打了通电话 叫停了他 好在他才刚到地下车库 于是我和爸妈说了声 为节省时间 直接穿着睡衣下楼送了烫钥匙 临回去的时候 我还是跟他说了句 钱叔叔 小心李思远 公司的事 可能就是他在报复 钱叔叔若有所思斑点了点头 没多说什么 转身离开了 一日一大早 我被一通电话吵醒 刚接通 对面满含 侮辱性的词汇冲耳袭来 什么渣女小三不要脸 我人都猛了 不等反应过来 电话挂断 我这才发现 手机上接收了上千条短信 每一条短信 都包含着极为没有底线的辱骂 但从零星的短信中 我也拼凑了个大概的信息量 有人匿名在网上发了条帖子 说自己和女友相亲认识 为了博得女朋友的欢心 自己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给了她 谁知订婚之后 女友突然翻脸不认人 后来才发现 女友喜欢上了比自己大 二十多岁的有钱男人 细节还断章取义 添油加醋地说明了 女友是怎么嫌弃自己穷 以及对有钱男人的追捧 帖子最后 放了一张偷拍视角的照片 我几乎一眼认出来 正是昨晚我下楼给前叔叔送车钥匙的照片 我翻开帖子 看到下面的评论 还穿着睡衣下楼见别的男人 很明显就是踩高捧低的拜金女 真不要脸啊 人肉她 让他们知道我们男人也不是好惹的 兄弟别难过 这种女人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白送我都不要 评论区恶臭满满 有人放出了我的联系方式 还有人把钱叔叔也人肉了出来 这人我认识 昨天官方的人因为税务的问题 刚找上他们 没想到啊 外表看着一本正经的 私下里竟然这样 真是适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一路看下来 我浑身都因为气愤而发抖 根本不用查 我都能猜出来 帖子是谁发的 我立刻打电话给李思远 对面秒接 像是故意在等着我 李思远 把帖子删了 澄清道歉 我毫不犹豫到 李思远语气里带着笑意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什么帖子 别装糊涂 发帖人除了你 还能是谁 我警告你最后一次 你造谣的帖子 转发量达到五百 现在已经触犯了法律 我可以告你造谣 李思远沉默半秒 没有回答我的话 似是愁愁般 但很快 还是语气 无所谓地出了声 看在你这么关心 我的份上 你来我家找我呀 什么事我们都好商量 将晚 我还是蛮喜欢你 想要和你和好的 放下话后 那端挂断了电话 帖子闹得沸沸扬扬 我爸妈自然也知道了这件事 他们立刻找人压帖子的热度 但好不容易刚压下去 没多久 帖子热度便又上来了 我们试图澄清 结果根本没多少人理会 这场舆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成了贫富差距和男女对立 我们家是欺人的恶霸 李家变成了独立自强的受害者 我是婚妻劈腿的势利女 而李思远是被逼疯的纯爱战神 公司股票狂跌 还有极端的网友 跑到我们公司楼下谩骂 送花圈 给我们替遗兆 最后 我爸妈气得几乎说不出话 他们当然不相信那些谣言 可轻者自轻 解决不了问题 三人成虎 谣言也能杀死人 我去报警 我妈气冲冲道 我拦住她 报警顶多判她一个传播谣言的罪名 最多住个三五天的就被放出来了 太便宜她了 而且 前叔叔的公司被举报财务有问题 往常不是没被人恶意举报过 可这次她到现在还在接受调查 不太对劲 单纯一个李思远 应该没有这个能力 显然她身后还有帮手 拔出萝卜带出泥 要反击 自然要反击彻底 那你的意思是 我爸妈不明就里地看着我 眼神疑惑 我偏头一笑 我有一个好主意 我给李思远打了通电话 李思远 你确定我去找你 你就愿意删帖 替我们澄清吗 为了真实性 我故意表现得很失落 李思远嗓音得意 将晚 别想套我的话 有什么话 等你过来了再说 她十分谨慎 但同时也印证了我的猜想 这件事果然是李思远做的 知道自己斗不过 所以利用舆论来对付我们 背叛的戏码本就容易让看客同情 李思远在添油加醋 放大我们两家的差距 同时放出我劈腿的证据 舆论便会达到 比预想更激烈的效果 前叔叔没说错 李思远这心计 尾时能做大事 只可惜 他没走正路 下午的时候 我去找了李思远那里 进门之前 带了支录音笔 推门进去的时候 他们一家正兴奋地 不知道在商量什么 我一进门 房内瞬间鸦雀无声 李爸冲我冷哼一声 转身出了门 李妈邪逆了我一眼 朝李思远笑道 思远 你放心好了 你这么优秀 以后肯定大有一番作为 什么样的媳妇能找不到 不用飞在一棵 歪脖子树上吊死 随即灭了我一眼 显然 刚才那痛阴阳怪气 是冲我来的 妈 你别这么说 晚晚人不错的 肯定是个好儿媳 他娇生惯养这么多年 遇到点是提气大点也正常 以后肯定就不会了 李思远笑道 同时安抚般朝我看了一眼 只不过我觉得 那一眼中 算计和油腻的感觉更重 我没理会 他们母子俩的一唱一和 在李妈离开后 直切主题 李思远 我来了 现在可以说了吧 帖子是不是你发出去的 你到底想要什么 李思远殷勤地招呼着我坐下 江婉 对我别这么大的恶意 我也是想着挽回你 才会这么做的 等我们结婚 到时候我替你澄清 事情自然就结束了 网友也不会再对你们说什么了 前总公司 他如果自身清清白白 自然也不害怕被查 我做这么多 只是为了让你好好坐下来 跟我们聊聊 我们家还是挺想让你进门的 李思远 废话少说 我毫不犹豫地打断他 李思远笑了 行 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五百万私了 只要钱到账 我就立刻删帖 替你们澄清 你们家和钱总都这么有钱 五百万对你们来说 应该不算什么吧 拿钱买个清净 怎么这都是很划算的事 我冷笑 怎么 使唤你做这些的人 给你的钱不够多 还是说 你胃口这么大 想两头通吃 李思远神色顿了一下 眼神飘忽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懒得和他浪费时间 钱的事我回去商量一下 但是贪心不足舌吞向 李思远 小心玩火自焚 扔下一句话后 起身准备离开 发帖造谣 顶多判几天 但助长企业间不当竞争 事情就大了 我估摸着李思远不会说太多 不过眼前收集到的录音 已经足够了 前叔叔公司被陷害的事 可以回去再调查 我本想着一步步解决 结果没想到 意外发生了 我刚走两步 李思远突然拽住我的手 不等我反应 便强硬地从我的口袋里 掏出手机 将晚 你果然在录音 李思远将手机界面 停在录音界面 表情变得猙獰 就算你有录音 也没用 我会告诉大家 这是你伪造的 看看大家是相信你 这个嚣张跋扈的千金大小街 还是我这个受害者 舆论的天平 往往是更偏向受害者的 我强行让自己表现的平静 所以就算是你澄清 拿出证据 网友也会觉得 我们是拿权是威胁你 买通了你 对吧 被戳穿想法 李思远也不装了 现在你们除了拿钱 还有什么办法 我澄清 至少你们还有希望 不然 大家现在群情激愤 你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你们家公司的股票 继续往下跌 李思远面容得意 而且你说的没错 这件事确实不值我一个人的主意 这件事还有钱总公司的死对头 为我撑腰 他们给了我两百万 让我进钱总的公司 想方设法把他的公司搞臭 他对我那么好 我本来还打算放过他呢 谁能想到他竟然这么对我 还有你 本来我想着 如果你对我情义 我还能放过你 但我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想害我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狠心了 说到这里 李思远闪过一抹凶狠 我心头瞬间升起一丝寒意 李思远跟我坦白 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猜到了 他在想什么 反应过来 我撒腿就跑 结果刚跑两步 李爸李妈就冲了进来 连手摁住我 儿子快拿绳子 把他绑起来 喂药 药在抽屉 快喂给他 我使劲挣扎 但力气终究 还是敌不过两个人合力 就在我想办法 想脱身的时候 房门猛地被踹开了 警察鱼挂而入 行动极快地 将三人摁在了地上 李爸被吓得当场呆了 李妈脸被压在地上 双手附在身后 挣扎大叫 你们干什么 李思远也费力地昂着头 眼珠死死地瞪着我 我揉了揉被钻得几乎发疼的手 走到两人面前 将手机从地上捡起来 在屏幕上点了两下 不好意思 不只是录音 后台还有直播呢 从我进你们家门开始 你们的所作所为 就已经全部被公诸于众了 传播谣言 不当竞争 妄图侵害别人人身安全 恕罪并罚 你们就好好享受 接下来的黑暗时光吧 对了 那一百万 估计也要被没收哦 从李爸出门的时候 我就察觉到了不对 他们的神情太紧张了 不像在商量什么好事 所以我留了个心眼 不仅打了报警电话 而且还全程开了直播 我认识的几个黑客朋友 曾经教过 我要怎么隐藏运行软件 所以李思远拿走我手机后 除了录音外 便再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但事实上 房间内的情况 被151时直播出去 将晚 我跟你拼了 李思远心如死灰 尖叫着想要挣扎开 朝我冲过来 最后还是被死死地 摁在了地上 三人脸都成了青灰色 最后不甘心地 被带进了警车 直播的视频 趁着热度火速爆红 李思远的事情 本就有不少人关注 反转后 大家感觉被愚弄 更是气愤不已 同样的网爆方式 落在了李思远一家的头上 只不过这次 他们一家进了监狱 网友们无处泄愤 最后直接一把火烧了 他们家的房子 有了李思远这个突破口 前叔叔又顺藤摸瓜 找到了这次死对头 抹黑公司所有证据 并且同时对他和李思远 发起起诉 不到两天就收集到了 他在公司 坐手脚的所有文件 证据确凿 最后死对头 因不当竞争 被罚款五千万 李思远因造谣 收钱金额巨大 限制威胁人身安全等 多罪并罚 被判数十年 李爸李妈从犯 被关半年就被放出来了 但在他们出狱后 不仅无处可去 还被大家网报 成了人人过街的老鼠 再次听到他们的新闻 是在法治频道 两人互相埋怨 最后自相残杀 最后李爸被捅死 李妈被判处无期 李家的家规 李妈到底有没有遵守 我不知道 但老李的规矩 恐怕要刻在 李妈的骨子里了 我将这则新闻视频 保存出来 之后 每每再听到我爸妈 或者前叔叔 催婚和催相亲 我就直接拿出来 语气平和 请看VCR 三人一看一个 不吱声 丸子还要给大家 讲一个故事 火灾后的第三天 我回到了新租的出租屋 门口放着一束绿白的杨洁梗 他头一次送我杨洁梗 我拿起花上的卡片 花店的字有些潦草 抱歉 送花 是他一贯表达歉意的方式 我的情绪通常来得猛 去得也快 每次冷战 他送东西 我收下 我俩就会若无其事的和好 我踢开花 刚打开门放下东西 记为名的电话就来了 小鱼 小小为了感谢 我就他 想请咱俩吃饭 我在你楼下等你 其实此时 我们已经冷战三天了 但他说话一如往常 丝毫没提前几天的事 我同意了 好 坐到继微明的车上后 他眉头微皱 车厢有件薄外套 你拿来穿上吧 我摇了摇头 我不冷 车把接到两旁 陈旧的居民房 甩在身后 我好奇 你怎么知道 我搬到这来的 纪微明单手开车 问了你尝点 外卖的那家店 那家店也认识他 难怪 到了约好的饭店 唐小已经在里面 等了一会了 见我们并肩进来 他眼中有些意外 微明哥 小 小鱼姐 我扫过桌面的两副餐具 纪微明很自然地 抬手 叫服务员多加一副 精致的菜肴 布满方桌 纪微明拿过我的碗 倒上热茶涮了涮 唐小把他的碗推了过去 纪微明也没有拒绝 唐小笑着开口 这次 我是特意感谢微明哥 还有 小鱼姐 不过 小鱼姐千万别误会 微明哥先来找我 只是因为我火灾前几天 搅扭了 他冲我眨眨眼 眼影上的细闪 泛着素素的亮光 我稀松平常地吃着菜 原来如此 说起来去 当时小鱼姐也吓坏了吧 我家菜的筷子炖了炖 其实当时伙食很快就被控制了 但是警报呜呜作响 满楼道烟雾缭绕 没有人不恐慌 我害怕的下意识想拉住纪微明 才发觉身边空空的 他早扶着另一个女子消失在楼道的烟雾中 到楼下后 我怒气冲冲地吼了句分手 就不管不顾地离开了 我回过神来 看见唐小冲纪微明时眼色 微明哥还不快道歉 怎么能因为着急就忽略了小鱼姐 纪微明放下筷子 斜长的眸子中闪烁歉意 抱歉 我们在一起三年 争吵过无数次 这是第一次他先低头 要是以前我肯定得意洋洋 或者抓住不放 此刻我只觉得难堪 就连张口道歉 都要唐小劝说吗 自己没长嘴 我抓起手边的一杯红酒 一饮而尽 没事 纪微明语气不带情绪 少喝点 他不喜欢枕边人身上带酒气 我也一向遵从他的习惯 三年来很少碰酒 酒量早就退化 此刻我又慢悠悠倒上一杯 我酒量很好 你知道 我只把小小当妹妹 照顾她也只是信守和她妈妈的承诺 不要因此闹小性子 既微明开口 唐小也一脸歉意 我和微明哥从小认识 像亲兄妹一样 小于姐千万别因为我生气 我奇怪地看向她俩 我喝杯红酒 你们这么大反应干嘛 喝完这一杯 我站起来 我结账 你们慢慢吃 千万别因为我扫了兴致 我慢悠悠走出餐厅 傍晚的秋风有些凉 我拎着高跟鞋 赤脚走在江边大道上 江水拍岸 起起伏伏 微醺的我看着眼前的路 恍惚响起 这不是我大学时 常追着纪微明走的那条路 我大学时就对纪微明一见钟情 年轻时的爱情轰轰烈烈 我追了她整整一年 才修成正果 旁人都羡慕我说 我运气好 高岭之花都能被我攀折下 只有我知道 纪微明从来没有为我打破过她的原则 我学了个长椅休息 掏出手机碗 无意间扫到唐小刚发的朋友圈 熟悉的副驾驶上 镜头聚焦着一串糖葫芦 配闻还是徐迹糖葫芦好吃 我的手指久久没有滑动 既为明有轻微解体 从来不允许我在她的副驾驶上吃东西 我笑 眼泪却从眼眶渗出 我以为 爱就是相互包容 互相磨合 总有一方要让步 我从来不介意她的习惯 我介意的是她的原则和习惯 能被别人轻易打破 纪微明发来消息 问我到家没 我没有回 我没回应 她的话却多了起来 今天的菜不好吃 下次带你换一家 又过了一阵 睡了吗 睡前记得点熏香助眠 晚安 我翻了几下 再往上翻 就是我絮絮叨叨的日常分享了 而对面只偶尔回一个好 或者按 等到家洗完澡后 才发觉阳台下停着一辆熟悉的车 似乎是察觉到我 车窗降下 我陶夜市的从阳台缩回去 第二天 我顶着熊猫眼去上班 刚下楼 又是熟悉的车 我目不斜视 装作没看见 奈何手机上的网约车打来电话 小姑娘 你这巷子实在太难找了 你取消了 重新打一个吧 不认路 开什么网约车 我不服气的 一边嘟囔 一边取消 黑色的车开到我旁边 车窗摇下 露出既微明冷窍的眉眼 我送你 眼看着上班时间将近 我沉默地坐上副驾 如果平时 话老属性的 我肯定叽叽喳喳地讲一路 但此刻车里安静的只有窗外的风声 既微明似乎有些不适 还没吃早饭吧 他开口 我低头玩着手机 我待会儿买了给你送上去 不用 不吃对胃不好 没事 到了公司楼下 我准备打开车门 却发现车所还没开 既微明侧目 火灾对房子没影响 已经收拾干净了 什么时候搬回来 我那压一负三呢 我继续开车门 门开了 我迫不及待下车 白鱼 身后既微明叫住我 我转头 他下车 黑色稀果 把他腿长的身形 裹得更加修长 斯文清冷 又带着与世俗背道而驰的禁欲感 你对火灾的是戒怀 我解释也道歉了 如果还有什么不满 我希望我们可以理智沟通 而不是一直冷战 我失笑 既微明 你是觉得我车上太敷衍了吗 可你以前不也一直这么敷衍我的吗 还是说你认为这种态度是冷战 他哑口无言 我转身离开 接下来五天工作日 我都埋头工作 面对时不时送来的鲜花或者礼物 都一概不理 第一次发现 一个人住也挺好 不用考虑等人应酬未归 不用考虑该做什么菜 让对方欢心 生活中的琐事 似乎少了一半 直到和既微明的共有联系上我 阿渝 有事来聊一聊吧 一直赌气不是回事 我想是该好好解释一下 我去了他发的地址 这地方是个清吧 婉约的歌声悠扬挑荡 我顺着服务生的指示 往座位上走 还没有到 就远远听到调笑声 明哥哪里吃过这种苦 换个人 敢这样甩脸色吗 唐小靠近微明很近 苦恼道 小鱼姐就是太敏感了 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我和微明哥怎样 你们都知道 对啊 再说 当初明哥追你 你要是喜欢 早就答应了 还会出国吗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 纪微明追过唐小 还是在唐小出国前 联想到那段时间 他突然答应我的告白 我只觉得脚步发软 纪微明的声音 显得有些沉闷 都是过去式了 我深呼吸一口 抓住旁边的护栏 当初大学一直都有他俩的传言 一个校草 一个艺术系校花 只是我当都是拉CP的 没有当真 就算心中早劝诫自己该放下了 此刻也免不了顿痛 我以为他是生性内敛清冷 我以为是原则性使然 难怪我一直猜不透他 只能小心迎合 原来他心里没我 唐小的声音无辜 好了 今天大家来是想办法 撮合小鱼姐的 白鱼这么没安全感 不会是因为童年性创伤吧 有人一拍大腿 我走了过去 正在热聊的众人戛然而止 唯独提出问题的那人背对着我 一无所知 还在兴致勃勃地分析 我说得很有道理吧 白鱼童年受到某些创伤 长大了自卑 所以察觉氛围不对 他声音越来越小 我分析得很对啊 我假笑 你多对啊 在酒吧当哲学大师呢 我说我为什么自卑 感情自信都跑你身上来了 纪威明站起来 拉住我的手 白鱼 他无心之失 座位上我们的共有一脸尴尬 一旁的唐小 也紧挨着站起来劝和 抱歉 我们本意是想帮你们和好的 我没看唐小 而是似笑非笑地看纪威明 我说当初 我想让我朋友租你家对面的房子 你不同意 后面转眼 唐小就搬进来了 原来是 还有一段故事啊 纪威明脸色烧尘 当初是我没看清楚自己的心意 我只把唐小当妹妹看 一旁唐小面色微白 我甩开纪威明的手 抄起桌上一杯红酒 直接泼他脸上 他头一次这么狼狈 眉头皱着 唇线也抿得很直 周围众人惊呼 我冷笑 我当时在楼下说的话是真的 分手 不是因为你第一时间去救别人 也不是因为你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 我有意扫了一眼唐小的脸继续道 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懂爱 曾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是我最大的诚意 现在不是我放弃纪威明 而是我想放过我自己 旁边多了丝唏嘘声 嫂子这么猛 现在逞强 明哥真要分手他就该打脸了 我面色漠然 极微明冷峻的脸 多了一丝茫然 在外人眼中 他是典范男友 优秀 节假日有仪式感 对旁人有分寸 情绪稳定 此刻 对我的满腹委屈 他显得有些意外 丝毫没察觉到自己的问题 我压下委屈开口 这三年来 扪心自问 你愿意去了解我 去迁就我吗 你知道我喜欢白色羊肝梗 知道我爱吃甜食吗 我不在他面前吃甜食 是因为他觉得甜食会掉渣 见人在家吃都会皱眉 你在乎我说过的话吗 你对我有分享欲吗 你主动介绍过我吗 你有站在我的角度 多向我解释一句吗 察觉到自己说得多了 我咬紧牙根 转身想走 手却被拉住 既微明声音低沉 就算我们之间有问题 你可以告诉我 我们和平解决 我有些疲惫 我们之前争吵 不都因为这些事吗 他双眸微微泛红 我面无表情正脱开手 旁边的人劝和 明哥冷静 嫂子就是一时生气 等气消了就好 我离开酒吧 我和纪微明酒吧争吵的视频 不知被谁传了出去 我朋友说 朋友圈里都不敢相信 我会和他分手 都在打赌几天 我就会去求复合 我淡淡一笑 不知可否 这几天 我都在加班加点地 赶一个方案 暂时无暇理会这些 终于 最终方案落地 领导拍着我的肩说 奖金翻倍 升值有望 这段时间 就好好休息一下 我点了点头 只觉得分外疲惫 到了下班时间 外面稀稀利利地 下起小雨 我和几个同事 站在公司大门等车 时不时闲聊几句 直到最后一个同事 也被人接走 因为下班高峰期的缘故 打车迟迟排不上号 我看着昏黄的天空 思索着冒雨去隔壁 街买把伞 刚踏入雨幕一步 头顶就落下一片阴影 抱歉 我来迟了 纪威名 一如往常 骨节分明地 手握着一把 黑色大伞 雨滴在地面上 溅起一朵朵水花 我也不推辞 客气开口 能把我送到 对面那条街吗 他习惯地凑近距离 我不自然地拉开 他的伞 只好略微地 朝我偏了偏 我没有问 纪威名位时来 借着他的伞 走到了隔壁街 钻进便利店 很快 我撑着透明的新伞出来 谢谢你 正要走进雨幕 纪威名叫住我 我送你回去 我摇头 不麻烦你了 我去坐地铁 他眼神微微失望 很快如常 什么时候回家 家里你的长春花开花了 回家 我猝起眉头 这倒提醒了我 我们的分别 匆忙地像一个玩笑 连出租屋里的物品 都没来得及收拾 甚至在分开前 订的演唱会门票 都没到开始的时间 我仰头 后面有时间 我会过去收拾我的东西 纪威名神色变暗 小鱼 我们非要这样吗 我冷笑你是说 这个结果 是我任性想要的 纪威名开口 我是希望我们冷静谈谈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现在很冷静 我踩着高跟鞋 头也不回地转身 在他面前 我的愤怒 仿佛不值一提 是啊 他总是这么冷静 足足睡够了两天 我才打起精神 去收拾东西 我先给纪威名发消息 我过去拿东西 他很快回复 告诉我他还没下班 让我直接过去 钥匙在老地方 回到熟悉的小区 楼道依然带着被火了靠的暗黄印记 我静静地看了一眼 我上了电梯 到门口 却发现地毯下没有熟悉的钥匙 正要摸出手机 问计威名的时候 面前的门忽然被打开了 我一冷 门后是头发湿漉漉的唐小 他裹着浴袍 赤脚站在门后 眼中也满是惊讶 他很快退一步 把门打开 原来是小鱼姐回来 我那边热水气坏了 过来洗了个澡 我进门 房间好像什么都没变 沙发上随意放置的卡通毛毯 桌面上倒扣着看了一半的书 好像一切不曾发生 唐小神情威廉 小鱼姐 你们和好了 我开口 收拾东西而已 他惊讶地看着我 走进房间整理 我看着周围精心放置的摆件 不由感叹 以前是真心将这里 当作家来装扮 现在要离开了 才真实感觉到 纪威名以前说的 这些东西没什么用 我打开抽屉 看到他送我的一些贵重物品 思索半天 决定放到他书柜里 唐小跟在我身后 欲言又止 想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直到看见我打开书柜 他略显惊讶 没想到这个东西 威名歌还留着 他说的是一个玻璃罐子 里面装着五颜六色的纸叠星星 罐子并排和他的奖杯放在一起 我拿出玻璃罐子 你认识 唐小点头 这是我初一的时候叠的 送给威名歌的生日礼物 我刚搬进来的时候 对这个色彩缤纷的玻璃罐子 颇好奇 只是继威名神色冷淡 最好不要碰书柜 我只好收了试探的心 原来这个罐子的主人是唐小 我把玻璃罐子放到桌面上 现在看来 这个罐子这么普通 我抬头 看见唐小伊丽的脸 忍不住问 大四那年继威名生日 是去找你了吗 唐小目光闪了闪 抱歉 我出国不太适应 不知道他当时已经交了女朋友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大四 是我和纪威名在一起的第一年 面对他的生日 我早早就开始筹划 期待着该给他一个怎样的惊喜 然而 晚上当我悄悄来到他家 准备好一桌饭菜 做好蛋糕时 他迟迟没有回家 那天我等得很晚 桌上的菜都凉透了 直到天亮 他才回了我消息 他已经到国外和朋友过生日了 记忆一下子打碎好多 我去酒吧街喝醉的他 他的兄弟浑然不知 我们当时在一起了 讨论着他和另一位学姐的八卦 还调侃几句我 我只能在一旁局促地坐着 工作后 有人向他表白 他在家只字未提 我从他一位同事嘴里才听到 他送我的生日礼物 是随处可见的当即热品 却能细心雕刻小木偶 送给唐小 而我都不知道 他会雕刻 我在他的身边 当了一年又一年的鸵鸟 以为我的温柔 能化解他的冰冷 却总忍不住争吵 冷战 没有人知道 第一次吵架时 我独自坐在外面的花坛大哭 难过了一整个晚上 后悔自己太冲动 担心他会不会分手 我以为他是我得来的宝物 我需要排除万难 小心守候 直到他像刺猬一样 逐渐露出身上的柔软 旁人开始羡慕 我的运气真好 却没有人知道 我身上早几遍不刺伤 我回神 阳光穿透窗户 玻璃罐子被折射出五彩的光 你既然喜欢他 为什么当初不接受他的告白 我迟疑 唐小苦笑 曾经我年少无知 太容易得来的不知道珍惜 等我回过神来 才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 原来我精心呵护 好不容易攀折来的感情 在别人眼中如此轻易 我恍恍惚惚开口 没关系 你们现在还有机会 我抬脚想要离开 却一个半脚差点摔倒 还好扶住桌面 只是上面的玻璃罐子摇摇晃晃 趴得摔在地上 四分五裂 褪色的星星散落一地 唐小的面色忽然变得惨白 忽然蹲下来 呼吸急促 喃喃自语 怎么 怎么碎了 我察觉到他有些不对 你怎么了 他呆愣愣地抓住玻璃片 手指被划伤 流出一道血痕 我还来不及阻止 书房的门就被推开 纪威明看到这一幕 面色凝重 急步走过来 扶起唐小 发生什么了 我的声音卡在喉咙中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他温柔地安抚着唐小 唐小逐渐平静下来 看到他葱白手上的血 他眉头微沉 我送你去医院 唐小依偎着他站起来 死死抓住他的袖子 我送小小去医院 在家等我马上回来 他扶着唐小匆匆出门 眼神没在我身上过多停留 我呆呆地站在窗口 看到一辆熟悉的车 驶向小区门外 车窗依稀可以看见 副驾驶的人 歪头靠在驾驶员肩头 这一幕重叠 火光之中热浪翻涌 我惊慌失措 他却不等我开口 走出家门 头也不回 直到和另一道身影 消失在烟雾缭绕的楼道 我发觉面上的良意才抬手 看到指尖的水光 不由得失效 我怎么还会流泪呢 我将一地残局收拾好 随后带着我的行李走出房间 没有再回头 我拒绝了领导的休假 转身投入新的方案 不仅是为了丰厚的年终奖 更是希望忙于工作 能够不胡思乱想 半个月来 纪威明没有联系过我 我犹豫再三 还是删除了那个 我曾经拿到后 高兴了三天的微信号 把电话号码也拉黑了 只是从唐晓的朋友圈中 偶尔窥见他的踪迹 他们青梅竹马 郎才女貌 被我耽误了三年时光 终于回到了正轨 我搬了离公司更近的住宅 重新养了花 纵使工作繁忙 看着银行卡上 逐渐充盈的数字 也觉得满足 这段时间 我也意外结识了 另一个经常加班的男同事 通常偌大的 办公楼就只剩我俩 我盘算说 再做牛做马一段时间 等赚足了钱 我就回家乡的小县城 开一家花店 店面再小 好歹也翻身做老板了 不用朝九晚五 累死累活 男同事也笑着 等我赚够了首付 终于在这片大城市 有立足之地了 我俩抱着泡面筒 诉说着彼此的理想 这天下班晚了 我一如往常 准备蹭同事的车回家 刚走出办公楼 一道修长的身影 拦在面前 你谁 看来人面色不善 男同事有些猛 我应该问你是谁 纪威明销售许多 眼中多了几分利器 我以为各奔前成了 纪威明怎么又出现了 我尴尬的耳语 我前男友 男同事很快明了 护在我身前 麻烦让让 我要送小鱼回家 你让开 纪威明声音很冷 我这男同事算仗义 护着我不让 我还没反应过来 纪威明一个箭步上来 拎起了男同事的领子 男同事很快反应过来 想要反击 两人扭打起来 我在一旁有些猛 纪威明总能轻易打破 我以为的生活 纪威明 你到底想干嘛 我尝试拉下架 却无从下手 直到值班的保安 发现情况 拎着井棍过来 很快将两人拉开 干什么的 保安严厉质问 纪威明一丝不苟的白衬衫 变得凌乱 呼吸急促 我是来接白鱼回家的 我死死握住拳头 那是你家 不是我家 不要再说回家了 一旁的同事想维护我 男人分手了 还死缠烂打 丢不丢人 纪威明面上闪过一丝空白 漠然半想 空气沉寂片刻 他开口 三年的感情 我心情平缓了些 你是今天才知道 三年的感情吗 纪念日 你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 去照顾别人的时候 不知道吗 别的不说 这半个月你不是 也没联系过我 我对上他漆黑的毛子 如果你还尊重我 请你做到这一点 好的前任就跟死了一样 他表情凝然不动 一头乌发被风吹起 显得有些可怜 我拉着同事想走 纪威明追上来解释 小小 他有凝血障碍 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我才这么照顾他 这半个月公司也忙 我想联系你 可是号码被拉黑了 不知道你新地址 我冷淡 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以前的确很喜欢你 所以能容忍很多 但现在我不想忍了 希望你也别把我们之前 闹得太难看 极微明眸色染上难过 我也喜欢你啊 你感觉不到吗 没有温度的爱 真的是爱吗 车辆已经发动 男同事犹豫地看着我 我摇头都不重要了 不管唐小有什么病 我不也今天才知道 一切都太晚了 车辆发动 很快将那高大的身影 甩在街头 我照常上下班 这是生活中多了个影子 每次到工位前 有准备好的早餐 时不时多上一束鲜花 时不时有人请 全体同事喝咖啡 到出租房楼下 转角总能发现 一条修长影子 我内心窥然不动 该扔扔 该敷衍敷衍 如果三年前 纪维明有这样 在乎我的时候 我该多开心呢 只是 这不是三年前了 我以为我能一直 做到冷漠 直到老板笑着 把一个高大身影 介绍给我 这是纪先生 这是我们公司 最优秀的广告设计师 白鱼 纪维明收敛了冷意 唇角带笑 眸光宽和周正 好脾气地说话 白鱼老师 我早有耳闻 我愣愣开口 老板 他们金融公司 能需要什么广告宣传 老板不赞同开口 哎 现在社会 无论什么 都需要宣传 就这样莫名其妙 纪维明成了我的甲方 我在友谊闭着 他也能堂而皇之地 走进公司 借着修改广告设计的名义 坐在我的宫位旁 一旁的同事看出端倪 投来暧昧的眼光 纪维明鼻高唇薄 一副好皮像 很容易获得旁人的喜欢 我再三转移公位无果 只能忍着脾气 把电脑打得霹雳啪啦作响 我只想尽快把广告完成 纪维明一边在电脑上工作 时不时给我递水 我忍不住讽刺 纪先生这么闲 纪维明淡淡 对你 我有时间 我呵呵冷笑 现在没有病人需要照顾了 他谋色微暗 小鱼 我和小小不是你说的那样 我看着屏幕 关我什么事 他眼中多了几分认真 你觉得我不好的地方 我会改 到你重新喜欢上我为止 纪维明认真起来 真的很难让人不喜欢 公司上下都知道他在追我 老板也笑呵呵 有意撮合 他劝我 小鱼啊 纪先生是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 你要好好把握呀 我笑着没有否认 背后却狠狠地唾了一口 我教了好几版完成的宣传设计方案 最后都被抓出一些小问题 打回来重新修改 我知道纪维明是故意的 只能深呼吸 强迫自己冷静 手机又传来消息 是老板发的 小鱼啊 今天到回民街19号 和纪先生碰面 他有一些新点子想加进去 没办法 打工人只能拎包赶到约定的地点 这里的居民巷子纵横交错 熙熙攘攘 满是老旧的生活气息 我冷眼看着纪维明 从人群中大步踏来 我公事公办 纪先生有什么点子 他眉眼清俊 我想先带你看看 他带我穿过老旧的巷子 发黄的墙爬上岁月的痕迹 碧绿的爬山虎被风掀动 他时不时向我介绍 哪家的糕点很吃 哪家大审人和善 被热闹的人群冲淡 我们之间剑拔弩张的氛围 稍微平缓了些 最后 我们在一个馄饨小摊位坐下 老板热情地招待 纪维明绅士地替我擦了碗 随后开口 十岁前 我和我母亲生活在这 当时唐晓和他母亲 是我家的邻居 我很难把他轻贵的气质 和朴实的小巷联系起来 他淡淡开口 我的继父酗酒成性 时不时动手家暴 天天我的母亲很能忍耐 当时唐晓的妈妈经常照顾我和我母亲 我愣住 没想到他的童年有这样的经历 后来 我被生父认回去 想要报答唐晓一家 他的母亲已经快要去世了 临走前拜托我照顾好唐晓 所以 我家资助唐晓读书 常有来往 我父亲有意认他做我的义妹 只是他没同意 在后来 他去了国外 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时不时自残 他没有其他监护人 因此 我经常飞向国外照顾他 难怪 那天他的情绪奇怪 我男男 纪威明认真看向我 我说这些 并不是想博取你的同情 我只想说 我和他之间 从来没有男女之情 也许是因为抑郁期间 对他的照顾 让他混淆了情感 对我多了几分依赖 但从今往后 我会拉开距离 你 还能再原谅我吗 他的眸中星火旋转 敏唇的弧度 带着认真 我忽然释然了 既威明 我和你分开 不止因为唐晓 他目光下脸 长睫毛扫动 我知道 我没有学会 怎么好好爱一个人 可往后真的没机会了吗 我仰头 看见阳光正好 纪威明 你知道吗 在我决定追你之前 我已经暗恋了你两年 他面色没变 眼中却多了一分震惊 我开口 正是因为喜欢你 我决心努力学习 追着你的脚步 来到了雷大 后来在大学期间 为了让你看到 我也尽可能多参加活动 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我很感谢这份喜欢 它让我向前 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和你在一起 有幸福 有快乐 可更多的是失落 是我控制不住自己去揣测 去嫉妒 去争吵 它声音暗哑 都是我的错 这段时间 纪威明地改变 我看在眼里 只是我情不自禁地想起 那个年少的我 因为一腔喜欢 就压下性子 无私付出的我 两道身影逐渐重叠 我摇头 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我现在想向前走了 纪威明 你会祝福我对吗 阳光下 我看着它 澄澈剔透的眸子 许久 它轻轻点头 我终于交上了 我最后一版方案 同时 我也向老板提出了辞职申请 它再三挽留 但我坚持自己的梦想 我想开一家花店 它也许不大 但能给别人带来喜悦 送去温暖 我收拾好行李 回头再看看这座城 它很好 只是我想选择 另一种生活 意外的是 在我离开前 唐小来送了我 它剪了短发 多了几分利落 眼底却是一片憔悴 你真的要走吗 维明哥是真心喜欢你 他那么冷静理智的一个人 这些天这么失态 你们真的没可能了吗 我拎着行李摇摇头 你替我助他好好生活吧 我转身离开 走出一段距离 听到唐小的声音 白鱼 我停下 唐小闭了闭眼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回到家乡乌镇 如计划开了一间花店 这几年旅游业发达 不少游客 因此花店生意还不错 闲暇之余 我拾起爱好 编织一些毛线玩偶 花朵之类的手工艺品 正好赶上直播的浪潮 我也学着开直播 镜头下 手指在毛线间灵巧地飞动 虽然直播热度不高 我却很满意 无论如何 直播间总会有一个人 在我开播时 成为我忠实的观众 我也乐意和这位粉丝互动 一来二去 也算有了几分熟悉 他话少 总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但想想 我这不出名的直播间 应该是想多了 平静的生活 也有些波折 一天夜里 雨大了 水进来淹没了花店 我赤脚在水中搬东西 拯救残存的物品 好在很快帮忙的人来了 和我一起收拾了残局 就这样 一年多过去了 花店生意不错 我的直播间热度也越来越高 小有粉丝 新的一轮旅游记 我站在花店门口 看着青石板上 来往洋溢的年轻笑容 人来人往 眼睛捕捉到一道修长的身影 他微眯着眼 斜以着墙 工整地衬衣解开两颗扣子 好像在那站了很久了 我愣了愣 实际微明 我还没说话 他的目光似乎察觉到什么 隔着人群望过来 我的心疏地跳了一下 他露出一个清浅的笑 走了过来 来旅游啊 我干巴巴开口 他点了点头 原本清傲的气质变得沉稳 花店不错 那当然 提到花店 我来了自信 熟人不照顾照顾生意 我开玩笑 他点头 帮我来一束白色杨截梗 我愣了愣 假装自然地走进花店 很快 一束白截梗被包装好 清心小巧 继微明拿过花 脚步没动 屋镇是个好地方 我笑笑 是很宜居 不过哪能和大城市比 我很喜欢这儿 你介意带我逛逛吗 纪微明礼貌开口 行事行 可我这个店 我刚想要婉拒 没事 我等你 纪微明很快接上 我还来不及说什么 就有客人来了 我只好先上去招待 今天客流量很好 等我忙完 已经差不多快中午了 我这才想起来 纪微明 在店里面目光搜索一番 没有找到他 是等不及走了吗 我一惑 就见门外的腾边椅子上 有一个人站了起来 累了吧 我给你买了牛奶 我亚裔 没想到他不声不响 还在这儿 为了表达迎客之情 我下午特意关了店 领着纪微明 在乌镇四处逛逛 跨过青石板路 走过小桥流水 我绞尽脑汁 把我知道的文化历史 都介绍出来 他认真听着 没有一丝不耐烦 到了湖边 看着敞篷船 我开口 这是我们乌镇的特色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你不去吗 他谋色分明 我摇头 我待会还得去收拾店呢 我半开玩笑 难道你怕船夫 把你带跑 他勾起唇角 怕你会陪我吗 我摇摇头 他买了票 我索性在湖边 陪他等船 湖面上烟雾朦胧 他忽然开口 你觉得有我有变吗 我没太明白 啊 他一脸认真 以前是我太自大了 我一直有在反思 你说的话 不是说 都要成为更好的人吗 我还没来得及 有所反应 船夫已经到了 他踏上了小舟 船夫挥江 小舟渐远 烟雾朦胧中 他向我挥手 白鱼 我下次旅游 还能让你带路吗 我点了点头 手机响了声 是一个新号的好友申请 我知道 是纪威名 点了通过 我发现 他原来空白的背景 多了一张手写的纸 你终会明白 前途比爱情重要 你还会明白 爱情比前途更难得 但最后 你会明白 对的人会站在你的前途里 我会一直在前面等你 我是个不愿低头的人 幸运的是 除了幼年 因不肯低头 被继父家暴 我的人生 似乎顺风顺水 无论是学业 还是工作 我都游刃有余 经常获得 旁人的称赞 但我一直遵循 生父的教导 冷静 克制 唯一的一次放纵 是答应了白鱼的告白 在旁人眼中 我和唐小青梅竹马 在校园又势头相当 很适合在一起 我也曾动过这个念头 也许这个年纪 我该有一个人在身边 但最终 在布置好了告白现场时 我却无法说出那句话 白鱼是个意外 它追我一年多 不惧周围的闲言碎语 我原本并不放在心上 从小到大这样的人 也不在少数 可是那天 他的眼睛那么明亮 让我想起了天上的星辰 我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旁人都说 他是田狗上位 我从来不理会 这些闲言碎语 也没为他辩解过 我以为我能按照我的计划 一步一步往前走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前程 我以为 白鱼只是我生活中的鲜花 刚在一起的一两年 我忙于工作 它像润物系无声的小鱼 渐渐渗透我的生活 我也逐渐习惯了 在它身上多分散些目光 我们变得越来越和谐 渐渐的 我也能被旁人戏称一句模范男友 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下去 直到有一天 它对我不 也许我们会像前几次的争吵一样 我理智化解 一切变好 但原本温馨的家变得空荡荡 在我接连几次的被拒绝后 我意识到 有什么不一样了 我重新思考 我认为的一切是正确的吗 我开始回顾他说过的暗恋 我去高篇江原打探 我对以前老同学解释 我很珍重他 我为以前的傲慢 重新付出代价 在漫长的时间中 我开始坚定 我身边只能有白鱼 原来喜欢一个人 不会完全理智 因为喜欢 或者爱 我愿意低头 白鱼离开了我的身边 却一直在我的关注中 我默默看他的直播 偷偷帮他宣传他的花店 在雨天 格外担心他的安全 动用关系 拜托在当地的朋友 替我照顾他 他变得越来越好 但是没有关系 我会一直等他 也许哪一天他经过我 会重新牵起我的手 又准备启程去乌镇了 希望这次 他能收下我的礼物 我试一下 这次 我试图 和我试图 好 我试图